嗨,現場媒體大哥大姐 媒體朋友們大家好,我是蔡明佑 恭喜發了新專輯第六張奏品 過去唱的是小乖乖,現在是變心劑 完全有一種新的狀態 變心劑拉到永熊一來 好,現在問一下你的心情 因為過去你有很多很多的發片的經驗 現在加盟了全新的公司 那個感覺是什麼?跟這個團隊合作 我真的覺得我是一個很幸運的人 就是一路以來就是一直有很熟悉的工作夥伴 一起工作 然後和樂音樂其實給了我很多的支持 然後其實在一開始做這張唱片的時候 我算是壓力很大 因為想要,希望很好嘛 所以公司的同事就是 故意把我推到谷底這樣 什麼意思?先打擊你是不是? 讓我不知道方向一下 OK 對,所以其實這一次的專輯的內容其實蠻 蠻自揭蒼疤的 然後把一些心裡面的陰沈面 就是直接攤開來讓大家看到 算是一種釋放 然後也算是一種自我療傷 對,因為我聽說 當然米佑他在四年沒出現過程 一定不只寫這些歌嘛 不是很多 對,一定寫的超多歌 每天都在寫 甚至也推掉很多聚會啊 就在寫歌 是啊 對啊 然後我其實那時候demo準備了我超多歌 去開會的時候 每一種風格什麼都有 結果呢?結果呢? 結果就全部被打槍了 第一次全部被打槍 完全被打槍 因為大家也不知道你到底要換愛去 嗯嗯 因為想太多了 你只是把你的花招全部拿出來 OK 重點是你想說什麼 公司的同事那時候沒有聽到 了解 反正就是慢慢梳理慢慢梳理 然後交出了這張作品來 是,終於 但是即使是這麼厲害的才子 還是要經過參謀公司嚴格的打槍跟篩選 辛苦你了 我比較好奇的是 和樂音樂到底還有欠多少的藝人 你可以告訴我一下嗎 這可能要請我們的觀眾才上台 待會我們會有另外一波的說明時間 每個禮拜都有簽新的人 奇怪 好 我真的活落了整個唱片市場 尤其是這個人一定要栽培 一定要投資 一定要簽 他是這麼有才華的才沒用 謝謝 不過我很好奇就是說 因為 你知道出唱片現在也不容易嗎 從一個十幾年前到現在 這個這個歷程又是什麼感覺 我最近真的沒有 我最近真的覺得 我能夠再出一張唱片 已經真的是 很珍惜 我不知道我是上輩子秀來的浮愛 從十幾年前那個時候對不對 現在 然後很幸運 真的是很幸運 然後 我很希望這張唱片讓大家看見 然後讓大家聽見 因為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有那個 就算我是很陽光 是 可是我其實還是會有一些黑暗的內面 然後會有一些心裡面的 話想說 就會 就會 就會需要一些釋放 是 是 希望大家能夠從蔡明永的歌曲當中 也 偷偷的釋放一下自己的那個 陰暗的那個小妖怪 不過 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無性插流流程 無性插流 哦 有在關注這些北文八卦嗎 其實有 哦 你怎麼 我以為你會說沒有 我沒想念 跟我們一樣 都被斷塌掉 沒有 哦 這個 除了說 寫歌之外 也要關心一下 整個娛樂圈的動態 對不對 哦 那你有看AV帝王嗎 哦 這個笑容就知道了 好 OK 那我們 等一下再聊別人 最近有太多滿足的心得 想要找人輸嗎 蛤 因為我昨天才看完 不會 好 重點是 你不要一直 我們這樣講變心機 好像不小心就是 導射到別人 你自己的人生歷程 有沒有變心 或被變心的案例 好不好 講一個自己的 我被變心 真的 我算是老江湖的被變心 比如說 比如說 從 你們大家剛剛看到那個歷程了吧 嗯 從那個我可以開始 你看我那時候 宏極一時 他就講鬼軟 宏極一時 他真的變了啊 多少人愛我 他真的變 好棒 你真的變形了 身上會什麼的都還跟車 對 然後你看現在 整個都被變心 大家都是喜歡什麼 豪自輩的啊 哎呦 劉以豪啊 哎呦 然後什麼 周湯豪啊 周湯豪啊 對 豪自輩的很多耶 對啊 然後我就整個 然後憲哥也不理你啦 對不對 以前是你的老闆 我沒有說什麼 我沒有說什麼 那這個是工作上的啦 齁 沒關係 這個是小事情嘛 這個藝人總是來來去去粉絲 你自己幫 我把自己做好就好 對 那私底下有沒有碰到什麼 對你變心的人 有有 有一個我認識了 四年快五年的女生 有 然後每年過年過節 包括她生日 我都會送禮物給她 然後每次看到我的禮物 她都會很甜蜜的笑 但是最近因為她要上那個幼稚園了 所以就 變心了 怎麼會啊 會有更多的機會 她是我子女 我以為你要抱什麼 料想說這四年你有 所以你的子女 本來小時候非常愛你 對啊 你也很疼她 對啊 可是她現在有個同學 有個老師 即將就整個就是要變心了 對啊 她今天有來嗎 她今天在那裡 她今天在那裡 她沒有變心了 她還是有來的 你是不是 整個家族最愛菜米又哥哥 完了 他真的完全不回答耶 完蛋了 好 沒關係 然後我們私底下就是打打鬧鬧 但是有點難得 因為看到他們都講話很正經 這樣子 平常私底下可能比較稍微多一點 對啊 而且阿姨聊私底下根本不是這樣 所以私底下是怎麼樣 私底下就是比較 她剛剛說小火花 我們兩個在一起合作的時候 火花不是小火花 那是大火花 真的 就很合拍這樣 很瘋狂 對很像那個風暴過境的感覺 但是他們兩個合作 我聽說是有一種較勁的感覺 就是說 你狂野我要比你更狂野這樣子 教哥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阿姨倆等過進曲歌後 對 你壓力很大 她太會唱了 在錄音室 那活乾你早上來幹嘛 你早上不會唱的來就好 也是 但她是我好朋友 而且這一次的 寄兩首歌是她幫我寫詞 然後我們一起玩出來的歌 然後她真的在錄音室裡面 她沒有幾個tag就錄好了 好厲害 對 然後她一錄完她一走 我就跟那個 因為這首歌是Peggy 徐哲佩製作 我就跟徐哲佩說 哲佩老師說 老師我剛剛錄的東西全部重來 因為她太猛了 對 我覺得應該要再狂野一點 不然就很像找她來 然後結果光彩完全被她吃掉 明白 待會兒我們就會播放這個歌的MV 對 所以這就是所謂的引狼入室 對不對 對 沒有啦 這叫記憶實力 這個大家 欲強則強 因為有阿姨良的加盟 蔡明佑也更加激發自己 鬥志 要更厲害 對不對 那你對於你的子女提早離場 有什麼看法 沒有 她跑去哪 她趁我們進行西亞的時候 先繞跑了 她不想再跟我們聽你聊天 她是變心的最佳時間 超變的好不好 太離譜了 你轉身這個人不見了 小妹妹 好 沒關係 我們還有一個人 她是絕對不會變心的 包括她自己的愛情也很幸福怨慢 才會有蔡明佑 讓我們歡迎蔡媽媽登場 歡迎蔡媽媽 這個一輩子不會變心吧 最愛你的女人 欸 原來子女在這裡啦 對不起 誤會了 老師好 蔡老師好 哇 誤會了 來 您也跟大家問候一下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感謝你們對明佑不變心 一路一直想起 謝謝 哎呦 老師客氣 有工作大家就來啦 有發採訪通知 我現在沒有工作 您退休了對不對 哇 好幸福 欸 侄女還可以啦 我看她OK啦 沒有變心 你要不要跟她對話一下 讓我們知道她有多愛你這樣子 好啊 完了 現在 就我了 不給面子 你昨天 你昨天不是有跳舞的影片嗎 他跳什麼 變心介意嗎 他跳什麼歌 他有跳變心機 那可以塞一下 來啊來啊來啊 他怎麼突然變那麼害羞 他昨天就是一個酒醉的狀態 真的 酒醉的狀態 算了算了算了 那就拿酒來啊 被擺搖滾 被擺搖滾 好 沒關係小朋友太兇 謝謝 他一直躲在媽媽後面 這是媽媽嗎 不是媽媽 是我妹妹 對不起 不是 這也是有可能 你二十幾歲生也是生得出來 這是妹妹啊 你好 妹妹你好 好 那我們先讓媽媽分享一下 這次聽完新專輯 感覺怎麼樣 覺得你又在整個音樂的心境 一直也在做一個變化 對 變得很大 變很多 變得 讓我有一點認不出來 真的啊 尤其是MV是不是 MV看完我血壓飄到跟我身高一樣 很霸 真的假的 看完血壓飄高啊 今天來是看第二次 真的啊 那有覺得很開心嗎 媽媽等下季兩年V播之前 你要不要先回避一下 下一次更猛是不是 下一次更猛 第三次應該就定型 不是 我們等一下有新的一支要收播 他說劇情比變心劑更猛 我有聽說 那你要留下來嗎 我留下來閉眼睛 偷看 偷看喔 要給兒子加油啦 當然啦 因為他的改變是一個必須的 要進化嘛 他音樂的澎湃元素在啊 但是他的那種黑洞的那個周期 對 來了 他成熟啦 我接受啦 對 非常好 謝謝蔡媽媽 你在後台好像都不是這樣講的喔 聽說 聽說MV一出來 蔡媽媽馬上就 我媽真的傳一大串的簡訊給我耶 說你什麼 不是我拒絕啦 她就說她不要來了 我不接受 我不來了對不對 對 實在是太難接受這樣的活動 這是我兒子嗎 怎麼變成這樣 因為我媽從小看我看到大 她是訓譽組長的那個角色 真的是學校的老師 所以相對來講 可能老師比較嚴謹一點 沒辦法 一時間不能接受兒子變化這麼大 但是不得不說你要跟媽媽學一學 媽媽講話好有戲劇力喔 咦不來了 他剛剛 這個我沒有隱藏到 這個我要練一下 對啊 而且長得好像蔡依林的媽媽 奇怪 怎麼剛剛乍看有一點 謝謝 謝謝 都是美女 都是最漂亮的姐姐 謝謝您來 謝謝 那您剛剛我們講變性 您跟這個大哥 就是蔡爸爸 也是很多年的感情 有沒有什麼可以 教一教我們演藝圈的朋友 怎麼樣才能夠經營長久 穩定的愛情 不變性 當然戀愛的時候是熱活的 經營家庭是辛苦的 走到最後老的時候 就是放給每個人一個自由的空間 走更久 愛更久 慢慢來戲水長流 就這樣 太棒了 哇謝謝謝謝蔡媽媽的分享 所以簡單說就是各忙各的 各忙各的 各忙各的 好妹妹來發表一下囉 一路也一定也知道哥哥很辛苦 我們外人可能還不見得到那一些 所謂的陰暗面 我想媽媽也一定很心疼 為何兒子這麼努力 妹妹有沒有什麼話要祝福一下哥哥 欸麥克風借我們一下 來 妹妹請說 其實我在前幾天已經打了一篇 文在我的Facebook上 你這樣說是自己的Facebook 不是不是 好啦好啦 帳號是什麼啦 等一下就按個帳 就知道他一路走來不容易 其實他每一首歌我都滿愛的 就是雖然他每一次就是 就是放新歌給我聽的時候 都會叫我給他feedback 然後我都是說 不錯啊 還好啊 他語氣都會這樣 他就會給我一個大白眼 真的啊 對但是我知道每一首歌都是他的 又很用心的創作 對 那為什麼不多給一點feedback給哥哥呢 就是我的不錯就是 嗯非常好 是喔 真的嗎 真的 還是轉身就去聽Leo啊 耶耶耶耶 哈哈哈哈 打野嘻哈 對之類的 好啦 要多給哥哥一些鼓勵 我們都非常的喜歡他 好 最後就是你啦 你暖身好了沒有 有沒有什麼 可以講話嗎 好 請哥哥一個好不好 我們有個可愛的照片給我們 好不好 欸靠你啦 你不是跟他很熟嗎 他已經變心了 他不知道把我的裙子先騎了 那外面會太大喔 哈哈哈哈 因為我妹妹尋職在記者會上被掀到妒忌 哈哈哈哈 沒有標示一下 欸我們不用那麼大板面 你出來 不要往那裡 好 謝謝媽媽 媽媽還有個問題 是 聽說二老都已經退休了對不對 聽說你們有在找那個養老的好所在 想要找一個好的有電梯的站 有電梯的大樓工這樣 那結果有找到了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需要幫忙 想要比較就是寬敞離家近 還是要回來有個空間 寬敞離家近 對 那你不就住在那裡嗎 哈哈哈哈 比哪裡近 市區吧 是不是 就在家附近就可以了 也不用太遠 就在家附近再買一個家 就是有個電梯可以代步 別墅啦 大庭院那種 你就直白嘛 是不是要大 要大 要大 要有電梯 要離市中心近一點 對不對 但是單價就比較高 重點 貸款就多 那怎麼辦怎麼辦 啊當然啊 三個小孩 看你們了 妹妹也在台上 沒有 因為最近我爸跟我媽就是一直在 一直在看房 然後因為我們小孩子嘛 也會想說 應該要就是好好的孝敬 爸爸媽媽 要負擔一下 對 對 妹妹年級還小啊 他沒有能力 他也有啦 我們有講要分一半嗎 你怎麼這麼沒有擔當 你要是 你是大哥嗎 我不是我是二哥 大哥今天也在現場 老大 老大 那就老大負責 大哥太辛苦了 還有一家要養 那就你負責啊 我們只剩下我了 怎麼辦 怎麼辦 我今天有準備一個小小的東西啦 就是 感動 希望可以 房戲要拿出來 已經訂房了嗎 已經訂了一棟了 是喔 想不到吧 有一棟來 好險你有來 這個房子的偷氣款 來來來 送 好 我今天 讓媽媽開心一下 帶了一個 好 我們送上禮物給媽媽 哇 好 這是一個樂高市區的房子 好大的別墅喔 對然後裡面有那個 媽媽 媽媽是在哭喔 媽媽你認真 媽媽太戲劇性了啦 天啊 我要把它牽下來 我要經營她 你心裡帶著網紅 媽媽你幹嘛哭 媽媽你幹嘛哭 怎麼了 我的媽媽 媽媽好感性喔 天啊 媽媽反應有一點嚇到 沒有她抓的timing非常準 哈哈哈哈 不是媽 這只是一個樂高而已 對啊 你是難過嗎 就以為我們真的要拿房地產出來 結果是樂高的 對我可能以為是房地產 拿個 真的是一個樂高 其實是期待滿久 一直在找 找一個兩個 兩老老的時候有一個安心 欸欸欸 逼命的地方 有在找 是是是 可是這個孩子在忙 我們又不敢吵她 是是是 結果沒想 今天這麼大日子 讓我們兩個老開心了 對啦 跟大家分享 開心了 真的好開心 你不要哭啊 哈哈哈 我開心的笑 你今天又出唱片 又有這樣的心意 我怕你血壓又飆上來 喔不會 血壓120標準 好好好 低血壓80標準 他真的有在量血壓 對 好專業 很開心 恭喜太媽媽 下午就可以搬進去了 已經裝潢好了 都打掃過了 你看 欸有二樓陽台喔 有露台的喔 真的可以曬被子 欸啊這門可以開喔 對不對 這邊曬被子 啊這門真的能開了 好 欸妹妹來 妹妹你住三樓 像公主一樣 有沒有 這邊還有貝殼燈的 要敲鐘嗎 喔要要 爸爸可以種花 這裡很多花草這樣 有有有 你超友好的 就是好 好來我們開始砸碎 拜託啦 來我們請媽媽 來支女一起 好謝謝幾位明佑身邊 絕對不會變心的女人 陪伴的蔡明佑 創作的黑洞 就像剛剛媽媽講的 也該要釋放一下 人生的黑洞 也要打開來一下 沒關係的偶爾的喔 好 欸明佑你要不要 媽媽在呼喚你過去 對呀對呀 媽媽在喬位子 您陪一下 好謝謝 好吧 這個房子只是一個 不會不會不會 我覺得媽媽 我跟你講這個這個MV 其實它是有正面力量在 對對對 找一點認清一些 這個社會上的事實 反思啊 反思 媽媽不要太介意 娛樂圈還是要有一些娛樂效果 然後這樣你要繼續加油 不要一直送 送樂高肌 你看媽媽那個失望的眼淚 對不對 你那個寄身上流的感覺 你只是一個樂高肌 你要給他真的豪宅 這樣你做什麼媽媽都OK了 媽媽開心啦 不要不要有壓力 又在哭了 沒有啊 幸好媽媽也好 我們待會兩點讓你開記者會 然後你好好講一下你的心情 感覺他有很多話 最後有個好消息對不對 各位朋友 配合新專輯上市呢 我們要讓泰銘用再一次站在舞台上 好好沉浸在音樂裡面 所以將會有一場售票演出 是有一場售票演出在9月28號的晚上 在台北Legacy 會有一場我的個人這次變心季的專場 欸你其實有大螢幕就不用小板板了啦 哈哈 都已經那麼大了 你有必要再拿一個小 不用不用 你後面講 好所以來 8月23號 全面啟售這場演唱會 然後9月28號在台北Legacy 正式開演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到現場 來用力的變心一下 用力的玩一下 好 蔡明佑的音樂功力一定會帶給大家 非常好的音樂party 最後有什麼話要謝謝所有的媒體朋友 謝謝今天來支持你的家人朋友 我其實今天真的覺得很難得 因為發片記者會不是每天都可以辦的 所以今天還是有很多 不管是從以前就看著我長大 一直到現在的朋友 或者是新加入的朋友 我都覺得很感動 謝謝你們今天來 然後也謝謝我的家人 還有和樂音樂 然後我希望這張專輯可以帶給大家很多的衝擊以外 就是可以讓大家可以獲得一些心裡面的釋放 心情的釋放 非常好 最後問你一題剛剛四個幼女郎的VCR 誰最漂亮 當然是 莫耿如 好我們進行聯訪 OK 上到 朋友都很漂亮 好